历史世界频道 雷伊泰湾海战 英语Battle of Lady Gulf 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 发生在菲律宾雷伊泰岛附近的一次海战 以两军投入战场的军舰总吨位而言 雷伊泰湾海战堪称是历史上最大的海战 也是世界上最后一次航舰对战和战舰海战 彻底摧毁了日本的航舰力量 海战进行的时间从1944年10月20日持续至10月26日 在六天之内日军与盟军投入船舰总吨位超过200万吨 其中盟军舰队多达133万吨 日本海军则达73万吨 双方合计21艘航空母舰 21艘战舰 170艘驱逐舰 与近2000架军机参与了此次战斗 马里亚纳海战战役失利后 已丧失塞班岛 马里亚纳群岛等防线的日本虽居劣势 但若是再失去菲律宾或台湾 其帝国南线资源输送将断绝 东南亚与中国北韩本土的联系将被切断 因此日军决定孤注一掷 企图击退盟军在雷伊泰岛的登陆部队 并打败其进攻的海上力量 守住要道 而盟军在经过许多的考虑下 放弃原先攻打台湾的计划 而改从菲律宾登陆 并决心以优势军力一举击溃前来支持的日本帝国海军 结果如所预料 数量上远居于劣势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战败 巡洋舰以上重型军舰13艘被击沉 日本在菲律宾一带海上 陆基等航空力量全被消灭 严重打击了日本全局的实力 从此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 不再是一个战略力量 此战役也为后来美军成功攻下菲律宾群岛 冲绳岛等地打下基础 由于战局无望 日本此役第一次有组织的发动神风特攻队自杀攻击 10月21日澳洲所属寻扬舰奥大利亚号被重创 似乎显示特攻取得了一些效果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